一岁多双胞胎在地上 妹妹压着哥哥嘻闹 一年多前 林小姐为了求子 砸近两百万元 到乌克兰找代理孕母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 钱可以买到快乐 怎么努力都生不出孩子 出生证明上面我是生母 现年五十岁的林小姐 求子之路不易 过去历经三次流产 但林小姐真的很想要有小孩 四十一岁开始积极备孕 砸大钱 试管戒卵都失败 直到选择到乌克兰 戒卵求子才成功 但因为现行法规不合法 现在终于有了曙光 我们会提出来的版本 可能是会有代理孕母的 因为这样才有所选择 薛瑞元首度松口 将提人工生殖法修法 纳入单身女性 同性或代理孕母三类人 让想繁衍后代都有机会 如果真的有想要繁衍下一代的话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需要制定一些法律规范吧 来来去让就是这个制度更完善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算是一个 还蛮前卫的一个议题 但是我说就同性而已 他们其实会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选择啦 带领孕母长期备受关注 目前台湾法规条件严苛 必须是婚姻关心中夫妻 至少其中一方有健康的精子或卵子 进医院评估补孕症或重大遗传疾病 才有机会人工升职 单身女性和同性 现阶段无法采用人工升职 尤其单身女性解冻卵子 需要异性婚姻伴侣同意 未来人工升职法修法通过 都有机会议员 《囚子梦》 三里新闻将不会 罗佩与新北采访报道